刘鹤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后 在新的封地仅仅生活了四年就育语而终 两千多年来 荒唐不堪是刘鹤在正史记载中的形象 2015年南昌海昏侯墓开启 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了这位传奇历史人物身上 刘鹤的墓内除了王器浩荡的陪葬品 还有更多代史料价值的文物 那么透过这些出土文物 我们又能否解读出刘鹤的另一个侧面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仁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海昏侯刘鹤第七集 千年后的追问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呢 我们讲到海昏侯刘鹤被废之后 虽然逃脱了被杀或者流放的命 回到了昌义故国 但是他的王位已经没有了 变成了一个身份特殊的庶人 而且呢 处于被软禁的生活状态 就这样 汉宣帝对他是仍然不放心的 曾经密诏山阳太守张厂了解刘鹤的情况 所幸这个张厂呢 是个厚道人 他给汉宣帝上书啊 是大谈刘鹤如何的不成器 这其实暗中保护了刘鹤 是汉宣帝消除了忌惮和疑虑 下诏封刘鹤为海昏侯 这个海昏侯可不是海边一个昏庸的侯啊 海昏是汉代豫章郡下属的一个县的名字 据专家研究啊 海呢 指的是鄱阳湖 昏的原意呢 是指太阳西沉 在这儿呢 就借指西边 这个海昏县呢 其实指的就是鄱阳湖西边的一个县 这个地方啊 就是咱们现在的南昌市新建区一带 刘鹤呢 被封到了这儿 他的封户呢 是四千户 我们前面谈到 汉宣帝封其他刘氏宗亲呢 最多也就是两千多户 相比较而言 刘鹤的封户已经够多的了 那么封给刘鹤四千户 是不是就意味着他能够管理这些百姓呢 不是的 西汉王朝啊 自从汉景帝和汉武帝实行削藩政策以后 这诸侯王和猎侯对封国都没有行政权利了 他们只能收取封户的租税 就说 这四千封户呢 带给海昏侯刘鹤的只有经济力 没有政治权利 刘鹤到了海昏之后 究竟是怎样的心情 像汉书这样的证实 没有丝毫的记载 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 历道元在水晶柱里边 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民间传说 说是在江西南昌附近 当时有一条名叫辽水的河里 从西汉的海昏侯刘鹤修建的城池东北经过 与干江交汇 这个汇河的河口呢 被称为凯口 这个凯呢 就是赶凯的凯 为什么叫这个名呢 他记载说 西汉昌翼王之风海昏也 美城流东望 则奋铠而还 是因明焰 根据历道元的这个记载 我们分析 可能刘鹤到了海昏县的封地之后 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 经常在附近的江河湖泊 是乘船游览散心 当船行到开阔的两河交汇口的时候 刘鹤是遥望东方 潘洋湖水耗游苍茫 水天一色 他不由得就触景商怀 感慨万千 从诸侯王到皇帝 再跌落到猎侯 这种巨大的反差 他内心的失落酸楚 又有谁能体味呢 罢了 罢了 商怀也罢 感慨也罢 都已经是过眼云烟了 还是调转船头回去吧 这个应该是当时刘鹤的心情 因此呢 后世的人呢 就将这个地方称为凯口 我们推想 刘鹤到了海昏县之后 按正常人的心理 但求平安 他也就是泛舟和湖 发发感慨而已 这日子倒要过得平静 可是树欲敬而风不止啊 皇位被废之后 刘鹤以树人的身份 在昌义国胆战心惊地生活了十年 来到新的封地后 也许对他来说 能安心平静的生活 就是最大的期盼 但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 又一场风波再次降临 而这场风波彻底压垮了 他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 这海昏侯的日子还没过几年 扬州刺史就给汉宣帝上了一道奏章 说是刘鹤有不道之举 这扬州刺史是什么人呢 他怎么能管上海昏和刘鹤呢 原来啊 汉武帝的时候 把全国分为十三个州 每州派遣一名刺史 负责地方监察事务 而扬州刺史的管辖范围呢 就正好包括了海昏县所在的豫章军 因此呢 扬州刺史这才管到了刘鹤的头上 扬州刺史的检举信说 这个刘鹤与豫章太守的下属官员 孙万世是来往密切 这个孙万世呢 曾经就当面问刘鹤 说是你当时被废的时候 为什么不坚守宫中诛杀大将军霍光 反而任由他夺走你的席印呢 刘鹤接话说 是啊 可是机会已经错失了 这孙万世又预测到 说是刘鹤将来要当豫章王 不会长期为侯的 刘鹤说 也许吧 可这不是咱们应该说的 这些事呢 经有关部门查识后 建议将刘鹤逮捕法办 最终啊 作为处罚 刘鹤被削去了三千名户 就因为与人随便聊了两句以前的事 就被削掉了四分之三的封户 而且还差点被逮捕法办 这个处罚可是够严厉的 我们想这个事应该说对刘鹤的打击是非常的大 刘鹤呢 本来身体就不好 心情呢 也不好 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另外呢 作为从小在北方生活的他 很可能也不太适应南方这种潮湿的气候环境 因此他到了海昏之后啊 只活了短短的四年时间 在汉宣帝神诀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十九年 他就秉斥了 年仅三十四次 那么一生命运起伏波折 最后郁郁而终的刘鹤 会为自己的身后做怎样的安排 在史书记载中 刘鹤的形象荒唐不堪 刘鹤就是以这样的形象 在正史中存活了两千多年 两千多年后 刘鹤的墓葬意外现身 在一万多件出土文物中 除了孔子屏风之外 还有数千枚竹简和墓毒 那么在考古工作者的眼中 这些文物究竟带有哪些历史信息 透过对他们的解读 刘鹤的形象与史书中的记载 会有哪些不同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海昏侯刘鹤第七集 千年后的追问 中国从古至今 盗墓都十分猖獗 人们常说汉墓是十墓九空 那么海昏侯的墓 为什么就幸运的保存的这么完整呢 原来啊 东晋的时候 江西一带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 这个海昏侯墓呢 被震塌了 这个墓室坍塌 反而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再加上地下水位的上升 墓室啊 基本上被地下水淹没了 在古代的时候呢 还不具备水下盗墓的技术条件 这样呢 海昏侯墓就被保存了下来 那么现代的盗墓贼 为什么又没有下手呢 这个海昏侯墓 实行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 夫妻溢穴合葬的制度 就是夫妻合葬 虽然都在一个墓园中 但各有各的墓穴风土 海昏侯墓园中啊 其实有两座规模相当的大墓 两千年之后 墓园中的两座风土上的杂草 灌木 荆棘是非常的浓密 我们从外观上看 海昏侯墓呢 反倒比位于其左侧的 夫人墓的风土 显得要小一些 或许盗墓贼呢 根据风土大 则墓主人身份 更为尊贵的常理来推测 因此呢 他们先对侯夫人墓下了手 与海昏侯墓紧邻的 是海昏侯夫人的墓葬 据专家推测 大墓内很可能早已被洗劫一空 盗墓贼先对海昏侯夫人墓进行盗局 海昏侯墓才躲过了劫难 赢得了保护的时间 海昏侯墓之所以被发现 也恰恰是因为盗墓分子 并没有成功的盗墓 2011年3月 群众举报南昌新建区的郭敦山上 有人在盗墓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立即对这座被盗局的古代墓葬 进行考古调查 才让在地下两千多年的海昏侯墓得以保全 而当时盗墓分子已经在海昏侯墓风土上 一直往下打了一个14.8米的盗洞 并且是直达大墓正中心的祖国市 那么海昏侯墓最终又为何能安然无恙呢 一般情况下 主官都位于国市的正中心 因此盗墓贼就从风土的正中心垂直向下打到洞 根据发掘的情况来看 海昏侯墓的主国市不是一个大担间 主官位于这个主国市的东北部位 这种情况或许是当年地震 牧师进水 这个主官呢在水中慢慢飘移过去的 也有可能是为了防盗 安葬之初根本就没有按常理放置 因此啊 这个盗墓贼虽然锯开了主国市的中间的顶板 还一直挖到了墓底 却没有找到多少陪葬品 再加上 一位考古队长杨军呢 听到郭敦山盗墓的消息之后 及时赶到并做了有效的保护措施 这才得以 将海昏侯墓保全下来 正是因为这种种的机缘巧合 海昏侯墓才得以保存完整 2011年3月 海昏侯墓被倒扰之后 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历史五年的考古勘探谈调查和发掘之后 海昏侯墓园完整的展现于世人面前 汉代的藏制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 那么做过昌义王 当过皇帝 最后又以猎侯身份下葬的海昏侯刘鹤 他的墓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质 墓葬中的陪葬品能否反映出他的特殊经历呢 海昏侯墓的基本形质是甲子形 树穴土坑木果木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地面上从上到下挖一个很深的方形的土坑 在土坑的一侧呢 留有斜坡形的木道 以方便上下 在这个坑底啊 用木材修建其一座 像房子一样的封闭式的木果 木主人的棺材呢 就放在这个木果里边 从现在已经发现的西汉时期猎侯墓的情况来看 绝大多数猎侯的墓都是树穴土坑木果墓 而身份更高的诸侯王和皇帝 则大量使用皇常提奏 这个情况就说明了海昏侯墓的形质级别就是猎侯级的 它没有建阅 从考古学观察上来说 它显示的这个墓园虽然是按猎侯的规格下葬或者建立的 但是所有的这些比如理智性建筑 包括有都城还有高大的封土的祖墓 回廊形的藏果 祖国史 北风东西两世 还有培葬的车马坑 真车马坑 所有的种种它都显示了它不是一般的猎侯墓园 海昏侯墓主墓室有400平方米 围绕祖国市四周的藏果 有依资库 有依资库 前库 粮库 乐器库 酒聚库 武库 文书档案库 娱乐用聚库 除聚库等 另外还有车马库 越车库 各项生活设施及用品储备逼应俱全 显然刘鹤为自己的身后做了充分的安排 那么从陪葬品的数量和规模来看 是不是也符合猎侯陪葬的规制呢 从它的墓园 包括它的主墓的国室结构 都是标准的汉制的猎侯等级墓园 但是它的随葬品远远的超出了猎侯等级 可以说王气浩荡 大量的是王一级的东西 它埋葬进去 你比方大量的黄金包括它的乐器 它使用的乐器是两套边钟一套边镜 这个等级仅次于天子 所以它的级别非常高 我估计只有王一级才能有 海昏侯墓目前供出土文物一万多件 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很多文物都是考古史上首次发现 那么这座猎侯大墓的陪葬品 为何能超出人们的想象 甚至比一般诸侯王墓的陪葬品还要丰富呢 这些巨额财富又到底从何而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继续为您解答 系列节目 海昏侯刘鹤第七集 千年后的追问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个陪葬品 的确可以用王气浩荡来形容 这个墓里边陪葬了470多件金器 有金饼 还有马蹄金 磷纸金 铜钱的数量也多得惊人 估计有十几吨 200多万枚啊 那么海昏侯墓为什么会出土这么多的陪葬品 海昏侯刘鹤的父亲昌义王刘伯 是汉武帝和李夫人的儿子 汉武帝对李夫人极其宠爱 爱乌极乌 自然会对他们的儿子刘伯宠爱有加 刘鹤五岁的时候 父亲昌义王刘伯去世 他随后就继承了昌义王位 而昌义国在当时又是附属之地 他积累的财富自然会比其他的诸侯王要更多 这应该也是刘鹤墓里出土了如此多陪葬品的原因之一 汉武帝是一个好大喜功 出手非常大方的一个皇帝 雄才大脸 所以他对他的儿子一定给予 是超过其他诸侯王的更多的赏赐 所以所封的地方也相对的比较富饶 刘伯的儿子就是刘鹤 朝廷当他废了他皇帝之后 下了一朝命令 把他爹的东西都给他 所以他随障品当中 我说的王气好战 就因为他很多埋葬的是他爹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 他不可能出到现在光大量的青铜器 特别是万众瞩目的七八十公斤黄金 那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刘鹤虽然被废了 先废回山东 然后又发到这来 他有四千户 封减到一千户 但是刘鹤的个人财产 大部分应该是保留的 所以我觉得在西汉的这个时候 这个政治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宽容 不像这个后代的政治斗争这么残酷 汉书记载说 刘鹤被废之后 上官太后曾经下诏 允许他回到昌义故国的王宫居住 而且还特别指示 故王家财物接与鹤 就说前昌义王家的财物都给了刘鹤 他这个算是继承了父亲的遗产 相当于积攒了两代人的财富 但是刘鹤为什么会把如此多的财富 带入地下而没有留给后世子孙呢 这个事主要与汉代 誓死如是生的丧葬观念有关系 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 具体到刘鹤本人 他一生使命运大起大落 尽管皇太后开恩 将他父亲的财物全部给了他 可是坐拥巨额财富又有何用啊 他憋屈啊 可又不敢说 被学三千户的教训还不够吗 刘鹤这胸中的快力 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消解了 大概至少从战国时候开始 这些公这些王们呢 他们就有种想法 我要到另一个世界去 我还是王 我还是公 我是皇帝 我要把这个西汉王朝 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我是王 我要把我的这个王国带进去 他死后 必须由他的儿子 敌长子 来给他作为丧主 来主办丧事 你埋葬这么多东西 可见儿子对他家庭 为他非常敬养 也非常孝顺 从这个大量的一个侯木 一个侯木 能埋葬这么多的东西 这就说明了 他的在家园的地位也非常高 绝不像历史记载当中 是宣传的那样 古人一般喜欢把自己喜爱的东西呢 陪葬 从陪葬品 往往就能看出一个人生前的喜好 令人惊讶的是 在海昏侯墓里边啊 出土了大量的剪度 里边有海昏侯和夫人 上奏皇帝皇太后奏章的副本 专家们推测 这些剪度还可能包含了多种的古代文献 比如医术 农书 等等 另外 还发现了一个会有孔子像 并提写了孔子生平事迹的屏风 刘鹤的墓里边啊 为什么会陪葬这些东西呢 我们在正史的记载里边 看到刘鹤的形象都是荒唐不堪的 这些陪葬品能否让我们看到刘鹤的另一面 像那个西史 现在我们基本上来看呢 应该是他看书读书的地方 就相当于书房呀 我们第一个可以 刘鹤 喜欢看书 尊如 因为孔子屏风 尊如 高雅的生活 喜欢那个下棋 喜欢美食 而且音乐 因为有琴 销 色 边中边境 这些东西 等于说从这些方面可以构成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与文献记载 没有记到的 从另外一个方面的 另外一个侧面的刘鹤 他是受过良好教育 有着广泛的爱好 但是缺乏政治经验的一个充满纯奇色彩的历史悲剧人物 就绝不像历史记载当中所记载的那样荒唐 我们的历史记录都是被胜利者所写的 从2011年3月到今天 五年的考古发掘 刘鹤墓内供出土文物一万多件 随着对于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 在不久的将来 考古工作者们很可能会解读出 更多我们并不了解的历史 而史书记载中那个荒唐不堪的刘鹤形象 也很可能会被重新书写 刘鹤死的时候只有34岁 在异乡的土地上 郁郁而终 从19岁接到以太后名义下发的诏书 一起风发的进京继位 到同样是太后意志诏书废去地位 短短的27天 命运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逆转 他的悲剧除了没有政治智慧之外 他的爷爷汉武帝建立起来的中朝制度 也是导致他短命皇帝的重要原因 此后 他的人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34岁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不过他能够以西汉第一等级的爵位 列侯的身份 在江西南昌度过余生 并且是得以善终 也算是够幸运的 当然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这位先人 正是他为身后的安排 让我们有条件在2000多年之后 得以了解西汉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思想文化 丧葬制度等等 另外还有那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好 海婚侯刘鹤的传奇人生呢 到今天就讲完了 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 再见 他是治国安邦的奇才 他从编撰的永乐大典文明世界 那么谢进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谢进在科举考试中有怎样的经验表现 出入仕途就冒犯了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为什么不生气 反而对才子宠爱有加呢 下期节目中 成万军将为您讲述 被皇帝看上